今天好像我们昨天解决了 昨天解决了 就是 还有 还有password password是要 请问谁在用两个社会 关掉一个吗 有回音的 这个碰到水 好我们 还是有回音 还是有回音 有两个 喂喂 现在怎么样 OK好 现在没有问题了 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 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帮助我们解决这样的技术的问题 是我们找到问题所在 现在我们都可以顺利的进来 我真的感谢你 在这样的时间 在这样的时间赐给我们这样的科技 这样的资源可以使我们仍然的因为你的名的缘故可以聚集在一起 一起来分享你的话语 就愿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 愿你亲自的借着你的话语来祝福我们 就你亲自的保守看顾我们接下来的分享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好 我们昨天讲的经文 分享的经文呢 是以色拉记的第四章的这个最后的基本上 我们可以说是最后的一段 就是17节到23节 那么24节也属于这个以色拉记第四章 它是最后一节 但是呢 我把它归在下一段 为什么这样呢 我们先来读这段经文 然后我们再来分享 为什么这样分段 经文这样说 以色拉记的四章24节 于是在耶路撒冷神殿的工程就停止了 直到波斯王大利乌第二年 那时先知哈盖和异多的孙子撒加利亚 奉以色列神的名 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 于是撒拉记的儿子索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耶稣亚 就起来动手建造耶路撒冷神的殿 有神的先知在那里帮助他们 当时和西的总督达乃 和士他波斯乃 并他们的同党 来问说 谁将只让你们建造这殿 修成这墙呢 我们便告诉他们 建造这殿的人叫什么名字 神的眼目看过犹大的长老 以至总督等 没有叫他们停工 直到这世奏告大理屋 得着他的毁誉 好 圣经我们先读到这里 还是让我把经文打出来 好 圣经我们先读到这里 大家看到的这个绿色的highlight的这个部分 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经文 那我们从前文四章八节到二十三节 我们知道犹大人的敌人上本 奏告亚达薛西王 控告犹大人修建耶路撒冷的城墙 就是莫须有的控告他们图谋反叛 王呢也就勒令犹大人停止修建城墙 那紧接着呢 我们在第四章的最后一节 就是二十四节 我们首先看到于是这样的一个连词 于是在耶路撒冷云云 就是出现于是这个字 我们就很自然的会把这节经文和上文联系起来 然而当我们看到具体的内容的时候 恐怕就又产生了一个疑惑 因为这节经文说重建圣殿的工程停止了 而不是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工程停止了 并且呢这一节所提到的波斯王是大利乌 大流士 那说到这里呢 我们就可能又要提到当初的当时的那段历史了 在历史上亚达薛西继位的时候 距离大流士大利乌的时代 至少已经超过了二十多年 那这就给人一种时间错乱的印象 很容易把人就看糊涂了 说到底现在他在以色列在讲哪一个时代的事情呢 所以呢就让我们说来分享 来再重新温习一下这段历史 帮我们加深一个印象 那之前呢林务师有提到过说 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建议 就是用一个图表来展示整个这个历史 这段历史的线性进程 以及各个大的事件 在这个历史进程当中的位置 用图表的方式可能会更加的一目了然 所以呢我就稍微的做了一下这样的一个图表 那我现在把图表播出来 放给大家 当时做的是比较比较粗略 所以大家就凑合看 大家能看清吗 这个字的大小 可以 可以 好 谢谢 那我们 我们先首先呢跳过上面花花绿绿的这个部分 我们看中间就是虚线以上的这个部分 那这个部分呢是讲的是波斯王朝他的时间线 包括了我们在以色拉纪当中 甚至说后面的这个以色帖和尼西米纪当中 能够看到的四位重要的王 也就是古列 大利乌 亚哈水鲁和亚达薛西 那么上面的时间 什么539 530 522 或521 这个的是他们当时继位的这个第一年 那中间呢看到古列和大利乌之间 还有其他的两个王 纲比西斯跟另外一个在位很短的小 可以说是小王吧 那 那个所以呢我们就就把他略过了 因为这也是圣经当中没有提到的 我们只看到这四个 比较著名的重要的王 那么 他们所做的事情呢 比如说古列元年 那他降指令以色列人第一次回归 那亚哈水鲁王摆设延席 就是我们在以色列基当中可以看到就是483年发生的事情 以及呢 亚拉薛西王第二次及第三次下诏命令可以许可以色列人两次回归 并且呢 有相应的可以准许他们建造一些工程的这样的一个旨意 这个我们呢是在上面的虚线上面的中间这个部分看到的 那下面这个部分呢是犹大人的这个重要事件的一个时间线 包括建造圣殿的根基 圣殿的工程 受阻中断在534年或者说535年的时候 这些年代都是主前啊 那后来呢到了大力乌二年呢 就是大约520年的时候 圣殿恢复 大力乌六年 516年的时候 圣殿重新修整完毕 那么在后面呢在亚大薛西年间我们看到以色拉呢 奉赵在第二次回归的时候 他就返回耶路撒冷并施行了改革 后来呢在433年他短暂的回到了巴比伦 然后又返回了耶路撒冷继续在这个耶路撒冷来主持他的这种 算是说发挥他这种领袖的作用 那基本上这个是我们看到波斯王朝的纪念和犹大人的这个大事件纪念 放在一起 他们共享的是同样的一条时间线 当然这里有有一个斜杠 522或者521还有这个458或者457 这个斜杠代表什么意思呢 是因为当时的这个纪年的方式跟我们现在所理解的纪念方式不太一样 他们波斯人对于说第一年第二年这种技术呢 基本上他们不是按照说所谓的我们认为的自然年来计算的 比如说我去年开始加入到教会来服事 然后今年呢是我的第二年 我可能会这样讲 但实际上呢我的一个自然年 比如说从9月开始工作到9月结束 当然现在10月了我超过了一年了 假如还没有结束的话 有的时候我们会说我刚刚开始工作一年或者怎么样 但是这个波斯人他们的这种纪念方法 包括巴比伦人他们都有一些细微的差别 所以呢按照目前我们拥有的历史史料 我们只能推测大致上是522年或者521年前后 大理屋王继位了 那么458年或者457年前后 这个算是亚大学习的第七年 他降职以色列人第二次回归 那么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统计的时间线 大概相互对应的都是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最上面的这个部分 那最上面的这个部分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以色拉纪章节的这个 大家可能已经看到了这是圣经的章节 就是以色拉纪里边圣经章节所对应的不同的王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些箭头就是第一章第一节 我们看到圣经提到的是古列王 之后呢四章五节又提到了大理屋王 提到了说大理屋王第二年云云怎么怎么样 然后到四章六节马上就跳跃到了亚哈随鲁王 然后七节就到了亚达薛西王 很快的在四章七节从一章一节到四章七节就过了大概八十年的时间 而四章七节的二十三节呢 讲的是亚达薛西王年间发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省长力宏来控告犹大人说他们修建耶路撒冷城墙的这件事情 可是二十三节讲完这件事情之后 就是我们看到二十四节于是这个字 结果呢就没有再接续亚达薛西王年间的事情 直接跳回到了大理屋王第二年这个时间 就是我红色的这个部分 相当于经文在这里有一个折回 在时间线上有一个折回 而二十四章一直到七 四章二十四节一直到七章一节中间 讲的都是大理屋年间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而在那之后在六章结束的时候 实际上是有一个时间的跳跃 直接来到七章一节 就在讲亚达薛西王第七年这一年发生的事情 所以我们会看到说四章七节到二十三节 好像是一个可以说打一个括号这样一个插入的段落 而真正接续四章五节的这个主线的内容是四章二十四节 所以我在这里画了一个条虚线 也就是说从四章五节可以接续到四章二十四节 而到六章结束的时候呢 整个后面会出现一个时间的空档 直接来到亚达薛西王七年 而从第七章到第十章 十七节就是十章的结束 最后一次提到亚达薛西王的这个纪年的时候 都是在讲这个四百五十八或者到四百五十七 这之间的大概一年多的时间 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以色拉记并不是按照一个所谓的时间的线性来进行排列的 它是按照主题的需要进行排列的 什么叫按照主题的需要呢 就是我们拿这个以色拉记的第四章来举例说 以色拉就是想要对他的读者来强调说 针对犹大人的敌对和攻击搅扰从来没有停止过 那这个持续了非常非常多的年 持续了很多王执政的期间 那么因此呢 他就在叙述建殿的过程当中 当他讲到建殿的工作受到阻挠的时候 就先暂停了建殿的这个话题 而是插入了一段关于后来 有关后来几十年中发生的一系列的控告敌对阻挠的事件 插入了这样的一段内容 他就是想让他的读者借此能够了解到 当年犹大人所面临的这种持续不断的敌对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他们都遇到了什么样的难处 那么在完成了这样的一个意图之后呢 他就又回到了建殿的这个主题 就讲到建殿受到了阻挠 但是到了大刘士王的第二年这个时间的节点 事情又出现了一些转机 所以这是以色拉有意而为之的 而不是那些批判学者认为的那样 说以色拉记里面的历史是一团糟一锅粥 所以以色拉记圣经都是胡编乱造的 他们有这样的一些看法跟结论 不是这样的 这一段插入性的内容 是完全为了以色拉他自己的一个主观的目的 想让他的读者了解到当年犹大人所面临的 或者说神的子民要会 必定要面临持续不断的这样的攻击敌对 他是完成这样的一个意图 而插入到这段建殿的内容当中来的 那么我们回到建殿的这个事件上来 那我们知道由于这种宗教混合主义者的阻挠 圣殿的重建工作呢 就从主前的大约534年或者说535年 这个年间呢一直停滞下来 一直到大利乌王第二年 就是520年才得以恢复 这整个期间基本上就是断断续续 我们说是断断续续 但实际上是基本上没有取得任何的进展 也因此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说 哈盖和撒加利亚这两位先知奉神的名 来劝勉犹大人 那我们知道在圣经正典当中 就有这两位先知所写的先知书 就是哈盖书跟撒加利亚书 哈盖呢就是从主前的520年开始发预言 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结束施工 但是他发预言的那个记载呢 就是在当年的520年的8月到12月期间 那撒加利亚的施工时间呢 就是主前的520年到518 19大概1918 按照如果时间顺序 先是19年后是18年 就大概这两年间两年多的时间 这些呢我们都在这两位先知所写的先知书里面能够看到 这两位先知也是同一时期的回归后的 这样的一个属于回归后这个时期的先知 那从他们两个人的书卷当中 我其实因为时间原因 我们不去看他们具体写的内容了 我们就知道说实际上这个圣殿建不起来 在当时从主前的535 34年 一直到520年这十几年期间建不起来 一方面他是受到了一个外界的干扰这样的一个原因 但另一方面呢 也是因为尤大人他自己的原因 他们因为面对外界的压力跟困难就变得比较消极 就不想干这件事情了 觉得麻烦 觉得会给他们带来麻烦 觉得不容易 所以呢 就在这两位先知的这个督促和劝勉之下 尤大人就开始着手解决自己的问题 就听了他们的劝勉跟教导 重新恢复了重建圣殿的这样一个工作 那于是呢 他们就开始动工 可是呢 外界的干扰是依然存在的 那我们再次看到在经文当中说 就看到了说波斯的政府官员就和尤大的领袖们又发生了一些冲突 不过在这里呢 经文其实他的记载是比较中性的 也就暗示着说 当时这个总督达乃和他的手下 可能并没有什么先存的这种恶意 他们这样出来询问只不过是职责所在 因为这个时候距离古猎王下诏允许犹大人重建圣殿 已经过去了大约18年 他们很可能不知道曾经存在这样一份旨意 因为他们当时的文档检索绝对不会像我们今天这样 在电脑上敲几个字 然后搜索栏里面一输入一回车 我们就要找到我们想要找的东西 或者上网Internet上用浏览器Google一下 就什么都知道了 他们那个时候没有像这样的一种 我们很先进的这种检索的系统 以及他储存的文档是不是丢失了 是不是遗落了 我们后面会看到就连这份诏书在官方存档的时候 就是在宫廷当中存档的时候都要去找半天 费很大的力气才能把它找出来 所以这个总督可能他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旨意 那么作为地方官员我们也理解他有这种有责任去维持地方的稳定 所以在建造圣殿这个工程停滞的时候没有什么事情 但是忽然他发现这个尤大人又开始大张旗鼓的开工了 而且建造的是这样的具有一个重大民族意义的这种 可以带来凝聚力的这样的一个建筑 而且又看到一些好像领袖的人一样在鼓动人心 这个就会让他比较担心了 所以他是恐怕有人作乱 于是要上前来进行调查来查看究竟 所以我们看到他当时提出的问题也是比较中性的 比较客观的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他的问题是说 谁降旨让犹大你们这些犹大人进行这样建造圣殿的工程 那我们当然知道这是古列王下的旨意 那可是呢以色拉在这里却没有记载犹大人的具体回答 没有说犹大人回复官长说是古列王下旨 让他们重新建造圣殿 这里没有记载这件事情 而是说犹大人很简单的概述了说犹大人将工程负责人的名字回复给了总督 而对下旨意的王是只字不提 甚至在后面第五节我们看到他说神的眼目看过犹大的长老 以至于总督暂时没有干涉他的工程 我想在这里这是我在这段经文当中得到的一个亮光 以色拉说其实真正是神在保守着整个的建殿的事件 甚至我们如果回复到以色拉记的第一章第一节 我们会看到说古列王元年耶和华未要应验耶利米口中所说的话 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云云 所以我们会看到下旨的人虽然是古列王 但在那背后主管的一切 掌管的一切的是神 而我们在这里也看到以色拉非常有意识地告诉他的读者说 建造圣殿的工作得以恢复得以进行下去 同样也是神在背后进行的保守 所以我们就发现这其中的这个 这个以色拉想要告诉我们的这个道理 这个真理 没错 属神的子民在面对着这个内忧外患可以说 而且是从来没有止息过 因为我们看到当时这些犹大人 面对外邦人的敌对跟攻击的时候 他们内部其实也是有这种消极 或者说不顺服的问题 不愿意为神去担当 不愿意受苦 不愿意吃苦头 所以以至于哈盖甚至在哈盖书里面 还责备这些犹大人说 说你们倒是住有天花板的房子 可是你们看圣殿呢 就是那个样子吗 你们就要这样继续下去 不去顺服神吗 所以他们内部也出现这种消极跟不顺服的内容 而且我们也看到新约时代 其实也是这样的 刚刚建立起来的教会 在外部还是要面对着这些犹大人 宗教领袖 或者说罗马人的这些攻击 但是在内部呢 也不容易 也不消停 因为内部有像亚拿尼亚 给萨菲拉这样的人想要欺哄神的人存在 所以当时的教会仍然也有外在的跟内在的问题 需要去面对 需要去解决 其实在今天我们会发现这样的情况没有什么不同 那么不过呢 我们要知道说既然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 我们就不能因为外在的困难 不能把外在的困难当做借口 而不去顺服人 不去做神所托付的工作 就像今天社会环境可能不好 公共卫生环境可能不好 但是这不是我们无论是作为教会这个整体 还是作为个体基督徒这样的一个个体 去偷懒去代工 消极代工的这样的一个借口 外在的问题自然有神来解决 只要是在神的旨意当中 任何问题其实都不是问题 我们该做的只不过就是要专心的去顺服神 明白神的旨意 去顺服神的旨意 去做神所要我们做的事情 那如果我们有任何不愿意顺服 想要找借口的这样的一种冲动 一种倾向的话 那我们可能首先就要来对付我们自己的问题 靠着主就像这些犹大人一样 听了先知听了长老们的劝勉 而改正自己的这些行为 这些做法 这些态度 我们可能也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功课 来去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 至于外界的问题 我们就把它交托在神的手里面 愿神的旨意可以按照他的心意在我们身上 通过我们的生命来得以成就 那么这是我今天想要和大家做的一个分享 让我们首先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我们看到你的旨意是如此的美好 而且你也保守你的旨意 能够真的完全的能够实现 能够得以应验 我们知道你给我们许许多多的应许 我们也在你的旨意当中 就求你继续的光照我们 引领我们 使我们能够有智慧 能够晓得明白 你所在我们身上所预定的旨意 也给我们一颗能够专心信靠的心 一颗忠心 以至于我们愿意顺服你 无论在任何的情况之下 我们都愿意顺服你 都愿意在你的旨意当中 都愿意与你的计划 与你所设计的美好的功有份 我们就祈求你来帮助我们 特别是在这一段困难的时期 在我们的生活受到影响 我们的活动不能够自如的时候 就求你来继续的帮助我们 也使我们有智慧 知道在这样一段特殊的时期 如何继续的来做你所托付我们的功 就求你亲自的带领我们 继续的保守我们每一位 我们这样的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 阿们 好的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这个chart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 我可以想办法发给大家 或者说放在我们的一个cloud里面 大家可以去自己的去看 或者说去下载 那么有没有什么想要分享的 或者说想要跟我们 让我们知道一起带导的 或者说林牧师有没有想要补充的 我非常喜欢你这个chart 谢谢你 谢谢 其实这是林牧师的建议了 林牧师想的很周到 开始我没有想到这件事 第一天我用了我一个作业 随便可以说算是糊弄了一下吧 但是后来林牧师说还是专门做一个比较好 那我就后来就做了一个 我这里有一个问题 在第四章第六节 他说在亚哈水鲁才登基的时候 上本控告 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 就只有这么一段 就没有了 那到底是他在下文也没有说什么 没有具体的说明 那这个跟亚达学序网控告的时间 好像又有那个时间 又差了十几年 将近20年之久 22年 这中间是在控告什么 或者是 刚才好像没有提到这一点 那我再把这一点澄清一下 或者说重新的来 当我们看到第五节的时候 我们是在重建圣殿的时间的节点 因为当时这些居住在撒玛利亚的这些人 要求来参与到建造圣殿的工作当中 但是由于他们的信仰不纯粹 他们的动机也不纯粹 所以犹大人的领袖就拒绝了这些人参与 于是这些人就恼羞成怒 回过头来控告 扰乱这个犹大人的建造的工作 就企图从王那里得到一些命令 行政的命令 来制止犹大人建造圣殿 那在这个时候 以色拉就想让他的读者明白说 这样的事情不仅仅是在这个时候发生过 这个敌对或者说扰乱 不只是在建造圣殿的时候发生过 在他们回归以后从来没有停止过 于是他就把时间跳到了亚哈水鲁王继位的这一年 但是他的意图是要整个描述通过这些时间的发展 攻击敌对从来没有中断过 所以他在这里就简简单单的提到了说 在亚哈水鲁元年出现过这样的事情 至于引发了什么后果 如果我们单纯的看这个以色拉记的话 我们会发现说 并没有发生什么样真正不良的后果 似乎是没有引起这个官方的这种制止 这样的一个事件的出现 但是我们怎么样去了解整个亚哈水鲁王期间所发生的事情 圣经没有给我们太多的线索 就是说回归以后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事情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波斯的都城 在巴比伦那边所发生的这些事情 这个记载在哪里呢 记载在以色帖记里面 也就是我们会看到像诸如哈曼这样的人 为什么会起来针对莫迪改所代表的犹大人的这种 满满的恶意 使用阴谋想要图害他们 其实这和这些在巴勒斯坦 耶路撒冷地区的这些人的控告 犹大人的敌人的控告 以及这个哈曼作为一个波斯人 看到一个外族的莫迪改 获得高位 获得这个王的赏识 他心中产生的这种忌妒苦毒 这样的一个心情都是结合在一起 可以说他们是一拍即合 最后会产生出一个 甚至想要灭亡整个犹大民族的 这样的一个阴谋出来 所以在亚哈水鲁王期间发生的事情 我们可以看到说 在以色列记里面当中可以看到 但是以色拉他的目的只是要告诉大家 说这个攻击一直持续了很久的时间 所以他就跳跃过了整个亚哈水鲁的这个年代 来到了464年以后发生的事情 就是亚大学希望发生的事情 我们今天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可能需要一个图表 或者说一些历史的文献来帮助我们 来回顾这些事情 因为我们不是特别的清楚 但是在以色拉当时的读者 他们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 很多人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 所以当提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他们的印象当中意识当中是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的 所以在当时以色拉也就没有详细的 过多的来解释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其实我们看到说这种非时间线性 或者说跳跃性的记载 实际上是以色拉记当中历史记载的一个特色 我在这里面画了一个圈圈 就是这个七章七节开始到十章 是在讲亚拉学习王第七年所发生 之后的一年所发生的事情 那中间的七章七节到十章十七节 这条线却不是直线 当时刚才我没有想提到这一点 为什么不是直线呢 是在这一段当中 它的历史记载仍然是一个非线性的 有的时候讲在后面的事情 有的时候讲到前面的事情 它会这样来回的反复 就是为了它的一个主题来服务的 所以有些事情 我们今天作为一个历史的读者 我们觉得好像我对这段历史有兴趣 可是它为什么没有记载呢 或者说我知道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 但是它为什么没有写在这里呢 就像这里古列王到大利乌王之间还有两个王 一个是刚比西斯或者叫甘比斯 还有另外一个继位非常短的王 至少有这两位王 可是圣经就没有记载这两个人的事情 所以整个圣经是一段主观性记载的历史 不是说发生的事情是主观的 这个记载的历史事件是客观的 但是如何使用这些历史事件 如何编排这些历史事件 这是圣经的作者主观的意图 根据它主观的意图进行编排的 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 以色列记里面对于历史的一些跳跃省略 或者说没有提出一些具体的事情 甚至说有这样的一个回转 跳回到之前发生的事情的这样的一种编排 以至于我们距离非常遥远的这些后世的读者 读起来可能会脑子有一点晕晕的 但是对于当年的这些读者来说 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清楚知道 以色拉他在写什么 所以我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总结 一个回答能不能回答您的问题 蔡老师 是的 谢谢 刚刚好像算了 不晓得对不对 这个建殿停工大概有14年之久 建殿停工 对 差不多14年 我们只能说15年上下 15年上下 原因也就是说我们不知道确切的那一年 到底在我们今年 现在的现代纪年的是公元前的哪一年 因为他们当时是没有一个统一纪年的一个方式 他们会提到谁谁谁的元年 第二年 第几年 我们只能按照这个历史当中 连贯性的时间标记往前推算 所以差不离应该他们停工的年代是主前的535年或者534年 就是前后可能差一年左右 他们恢复建造的时候是520年 就刚刚按照你这个图表 看起来好像大约是14年 所以他们完成的时候 其实重建了以后才只花4年的 大概是5年的时间 从第二年到第6年 就是大立乌王大流士王第二年到第6年 23456要把当年算上就是5年 对 所以这个5年45年 对 是 很好 大概就是 大概知道大约是 停工大概是有多久 还是蛮久的 比起来要做 真的要做的话 就还是 还是做 还是可以做 所以也看出哈盖对于他们的指责 撒加利亚对于这些犹太人的指责 是他们的确是有一种消极代工不想干活 为难的这种情绪在这里边 这个是他们内部的原因 这也是我们今天其实想需要来反省的 今天有很多困难 我们也可能会找借口 瘟疫在这里 这个疫情在这里 我们这不能干 那不能干 但实际上不是这样 好的 谢谢大家回应 还有吗 还有别的其他的什么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今天就到此为止 明天我们会看第五章的最后一部分 就是七到十七节 虽然在大力乌年间的事情没有结束 但是我们就看到第五章的结束 五章的七节到十七节 那么剩下的结尾的部分 又会轮到林牧师来带领我们来一起分享了 大家可以再继续的往后面 超前的一点来自己来读经 然后有自己的思考 有自己的默想 愿神能够光照我们每一个人 其实我们的光照都不见得会相同 就比如我在这段经文里面 我看到的最明显的让我看到的被highlight出来的经文 就是五章的第五节 神的眼目看过犹大的长老 以至总督等没有叫他们停工 直到这是奏告大力乌 得着他的回遇 就看到了这一段 就让我想到一章一节 其实下旨的人虽然是古猎 但是在那背后是神要他 要这位王来下的旨意 令犹大人可以回归 所以这也是以色拉在这里突出给我们看到的 看到的是神 看到的不是人怎么怎么样 而是看到神怎么怎么样 所以大家也会有自己的光照 有自己的感动 所以我们的分享是不能够代替大家自我的 自己从神领受的那些光照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也有自己的这种灵修 自己的默想 好那今天我们就到这里 也花了很长的时间 谢谢你 明天我们早上再见了 谢谢牧师 谢谢孔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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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的确有帮助 的确有帮助 是是谢谢您的提议 孔传道没有在 所以我们就自己自己退出就好了 这个会议可能是 我现在是是这个这个host 所以我就结束了 那我就 leave 就是吧 谢谢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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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